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袁冰岩最新古装造型曝光 手持袁善士貂蝉柔媚动人 他一直很好 大家好 是不是很迫不及待的关心 今天小编又要说什么内容呀 没有惊喜 只有喜爱 我敢肯定的说 今天小编的内容一定能够让你心情愉悦 4月11日 袁冰岩最新古装造型曝光 手持袁善士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 一平一笑都自带柔媚动人气质 而很多人看到他 一定会想起他饰演的丫头的病态 举手头足间的娇弱和民国女子的敬贤温婉 我见流连 以及柔情似水的美丽都让人沉醉 从实力到颜值 由内而外 都使袁冰岩成了饰演丫头 这一角色的不二人选 一路走来 作为演员的他则从不被角色定义限制 能为角色付出 并拥有老一辈演员的吃苦精神 能在各种角色之间切换自如的袁冰岩 一直在作品里提升自己 甜淡而又出彩 温柔却有性格 从新人演员 到能在演艺界独当一面 袁冰岩的一言一行 也显得越来越沉稳大气 用他本色的演出带观众走进角色 叶问是开启袁冰岩表演生涯的作品 这部动作片对演员素质的要求很高 既要会演戏 又得能吃苦 袁冰岩饰演的邱剑云是个带着些英气和武艺的女性 虽然 现实中的袁冰岩却给人一种亲切温柔的感觉 但是剧里的打戏部分袁冰岩都亲自上场 坚持不用替身 但正是因为很吃苦 这也为他的演员路铺上了基础 出演少年顿时 饰演一个警校学生 为此剪掉了留了很久的长发 也因为角色 第一次摸枪打枪 他用角色来丰富自己 乐观地迎接一个个挑战 在他看来 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心中的目标 他希望有一天 别人可以评价他说 有哪个戏是袁冰岩岩的 我一定要去看看 他认为 跟每一个角色相识相处的过程 都像是经历了另一种人生 我演过的角色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带着我的影子 我也要陪着他们成长 对于运气 他这样说 我相信运气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所以我会一直很努力 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只有这样 当运气来到的时候 我才能抓住他 越努力越幸运 看似是天选之心的他 凭借自己的魁步走至今日 或许很多人看来 他非常幸运幸福 但天底下哪有这么多幸运呀 一切都是努力的结果 一直以来虽然人帅气迷人 美丽漂亮 虽然实力精湛在线 但为人非常亲切自然朴实 工作之余还特别热衷公益慈善 是名副其实的慈善爱心大使 真的是特别好 自出道以来 勤奋 刻苦 不言放弃的人 也是始终自我严格要求 从没有出现任何的黑料和绯闻 无论是粉丝 还是公众 都对他拥有一个良好印象 多才多艺而不张扬炫耀 勤奋努力而不自我满足 低调内敛 人品端正 最后我想说 哪有那么多一页成名 全都是百炼成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弗国魔宫